成报解密 中联办监制最丑陋的选举工程 德纲梁子军满嘴歪理 档案编号2017-0214 看看这幅图吧 面头见到哪个呢 梁子军 梁爱斯 谭慧珠 范徐丽泰 林郑月娥 在中国 中共里面 这些叫样板器 样板器就是做梳 张德光 监制最丑陋的样板器 看回这里讲 这里讲 角妖张德光 和港力量 争取林郑 推上特首寶座 林郑气焰囂张 竟然口还无耻 提名结束前 结束后室公布所有政纲 完全漠视选举如无物 他想着赢硬 我需要理你 这些小圈子选举的 后遗症 和害 你说林郑 她精也好 因为很多人出了政纲之后 民望都走样 林郑一向民望都不高 出政纲 差不多选举 先出政纲 你说她精 还是奸 一线之差 精和奸 说回奸 国妖 张德光 张晓明和张德光 国妖 国妖 对一个国家 有影响的 或者出卖的 出卖一个国家 在中国人的标准来说 这些就是汉奸 张德光 张晓明这些就是汉奸 匪夷所思 这些就是 开宗明仪这份党报都说到 叫张晓明滚出香港 滚出香港 不是走 是滚 快点走 快点拉斯吉路 直接来说 说回 汉奸 这些是中国人里面才有 其他国家 有没有呢 其他国家最多是间谍 为什么会有汉奸呢 好像当时中华民国 打书仗呢 他都说 因为军队里面有汉奸 所以打书仗 为什么会有汉奸出现呢 别人又没有呢 为什么别人的国家 可以向心力这么好 而你又这么多汉奸呢 证明你的政权不是正统咯 你不是正统 就有所谓你所说的汉奸出现咯 今次成报解密 就说到明 就是张德光 张晓明 这些汉奸 就是卖国财 卖中国 中华民国的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财 这个是 喂 这样 迟早都要清除 这些汉奸 这样一天不脱 一天 他就违害了这个所谓中共的政权 你看回为什么他力捧林郑 就说如果他张德光张晓明支持林郑 就是江派势力支持林郑 如果林郑当选的这个小圈子选举 就是这样假时间江派就赢了仗了 就是落下习近平面 就是习近平老实说 他都指到明这里有说的嘛 公然破坏一国两制这个已经是解密来的了 就是为什么要解密呢 就是习近平说到一国两制不变阳不变形不走样的嘛 现在你张德光弄到一国两制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 是吧 就是这样这些就是汉奸卖国财咯 就是中国五毛的标准啊 我用 就是这样 整个东西来说 就是你说国妖或者汉奸不除 香港永无邻人 就是妖 这个东西 就是用天师来捉妖咯 谁是天师啊 就是习近平啦 天师捉妖咯 到时这场戏就叫做 中共内斗大龙大龙凤咯 就是你想想现在中共的权力斗争 百业化 这个就是整个封建社会 专制社会 极权社会的最大违害 最大的致命伤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 是金主 是金主 是金主